老头打开一盒82年的罐头 里边的食物此刻已经变成佛儿呢 但老头却吃得津津有味 一旁的小男孩见状不仅有些作呕 殊不知这是船上唯一的食物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 三人所乘的大船意外起火 逃生过程中 男孩女孩不幸和大人走散 和老头逃上这艘小船 一天的漂泊下 孩子们都又渴又饿 为了让孩子们坚持住 老头只能通过转移孩子们的注意力 等待有人来救援 时间转眼就来到第二天 三人都被饿得头晕目眩 女孩艾莉醉先清醒 望见远处有座小岛 赶忙将另外两人叫了起来 老头见状兴奋的杨帆 将船驶向小岛 靠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搜寻食物 幸运的是 岛中有处小瀑布 除此之外 还有丰富的食物 但艾莉的目光却一直停留在一个木桶上 还特意打开闻了闻 随后告知给老头 老头惊喜地发现 里边竟是狼母酒 而在这时 男孩查理也有了新发现 老头定睛一看 竟是个骷髅头 这可把老头吓坏了 当即意识到这里可能有危险 急忙带着孩子们离开 随后三人来到小山坡 老头瞅着一望无际的海平面 希望有人能来救援 却不料在转头间 刚好看见艾莉在吃浆果 老头赶忙跑到艾莉跟前 把浆果抠了出来 也由此告知两人 浆果有毒 不可以食用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两个孩子很快适应了岛上的生活 丝毫不觉得他们是遇难了 为了给枯燥的岛上生活添点乐趣 老头白天教孩子们求生本领 晚上时则特意叮嘱查理 一旦看到船 就点燃柴火 每天活得非常充实 可这座岛却没表面这么安全 因为老头在寻找食物时 发现了异样 林中的石块上竟残留着人的脊骨 老头对此非常担心 所以在晚上特意叮嘱俩孩子 禁止去岛的另一边 并将这条规定定为法律 俩孩子也非常听话 每天就在屋中游戏 但老头就比较可怜了 没有知己的他只能借救小仇 带酒桶游进海里 等孩子们找到他时 老头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小男孩翻过男人的身体 这下晕了一旁的小女孩 男孩健壮顾不上老头的尸体 抱着女孩回到小船 游回居住的地方 两个小孩此刻既伤心又害怕 因为自从三人流落至此 是老头的陪伴 两人才不害怕 现在老头不在了 女孩艾莉希望查理带他离开 第二天一早 两人在船上储备了充足的食物 随即就踏上了行程 由于查理年纪还小 船其实并没划走太远 但两人却因此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对此 两人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 却不料 这一待就是十多年 期间 查理用老头曾教过的本领 保证了两人的温饱 两人也逐渐长大 还盖了一间海景房 除此之外 两人每年都会过圣诞节 当然 袜子里的礼物 每次都是查理准备的 这让艾莉很开心 也因此对查理产生了不一样的倾诉 时间一天天过去 随着身体的成长 艾莉的身体也出现了变化 不懂事实的艾莉被吓坏了 查理闻声急忙赶了过来 想查看艾莉的伤势 但还没等靠近 就被艾莉吼了回去 两人的关系也因此变得紧张 因为查理觉得艾莉不信任自己 这也愈发激起查理想离开这的心 眼前正在建造的大木船就是她心中的希望 来到晚上 艾莉不想一直僵持 知道自己有错在先 她拿出东西搞怪来到查理开心 两人这才和好 可这不代表两人不会再有矛盾 总是调皮捣蛋的查理 无疑会让自己的屁股受伤 但最终赢的都是查理 而在这天 原本在斗鸟的艾莉 突然听到了敲鼓的声音 出于好奇 艾莉顺着鼓声来到林中 在蹚过一处小河后 一尊巨大的石像映入眼帘 除此之外 石像前的石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这把艾莉吓坏了 赶忙逃回海边小屋 睡一觉牙牙精 却不料 因此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梦中查理竟离他而去 好在查理及时赶来安慰 艾莉才稳住情绪 而查理也因此惦记上了艾莉 年轻男女共处一室 一旁的小伙子忍不住向前 偷摸女孩的肌肤 可没等开始下一步 就被女孩发现 等到第二天一早 小伙子查理开始疏远艾莉 因为不懂事实的他 觉得艾莉讨厌自己 这让查理很孤独 几天后 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船 这让查理很兴奋 急忙跑回去点火堆 而此时也看到船的艾莉 面对近在咫尺的火堆 对求救却无动于衷 等到查理赶回来时 船已经走远了 查理被艾莉的行为气坏了 对艾莉大声指责 随后就走到自己已建好的船旁 装载上充足的食物 准备离开这里 一旁的艾莉见状 根本不以为意 因为查理之前已经沉船三次了 这次搞不好也一样 所以此时的艾莉悠闲地已在树上 等待查理再次出丑 而事实也果真如此 面对查理的窘迫 艾莉忍不住调侃 这让查理无法忍耐 两人也因此打了一架 事后查理为了泄愤 将艾莉从房子里撵了出去 但当看见艾莉受伤 查理还是忍不住上前关心 两人也因此重归于好 敞开心扉 变得更加亲密 随即坦诚相见 过后两人也像书上所写的那样 结为了夫妻 在两人频繁的交流下 艾莉很快就有了身孕 可从小流落在这 根本没有大人常识的两人 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 只是觉得身体生病了 眼看艾莉的肚子逐渐变大 才明白了什么 这天下午 查理去外踩时 无意间听到林中传来鼓声 就随声前去查看 等他到地方时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 只见石像旁 一堆原始人为火队歌唱 迎来首领 随后残忍地处决了一个男人 查理吓坏了 见自己没被发现 赶忙逃了回去 而此时的艾莉 也到了生产的时刻 一个男婴顺利降生 但两人并不知道 怎么抚养孩子 也不知道孩子为什么哭 因为喂东西孩子也不吃 艾莉见状 只能将孩子抱在怀里 却没想到 孩子竟自己找到了食物 自从孩子降生后 查理变得更加有责任感 他害怕那晚的原始人 会对自己的小家不利 特意制作了武器 还每天都在椅子上看守 转眼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 由于从小在海边长大 两人的孩子也学会了游泳 一家人每天都非常开心 也许是两人嫌生活太过平淡 所以两人特地找了一天 带自己的孩子去探险 地址就选在小时候住过的地方 来到岛上后 夫妻二人注意力都在不同的地方 丝毫没注意到孩子在摘浆果 悄悄放在船上 由于天气炎热 艾莉带孩子先回到船上 不知不觉就睡了过去 直到孩子不慎将船桨扔到水里 才清醒过来 但这时的母子俩已经离岸边很远了 艾莉不敢下水 只好喊查理帮忙 却不料 查理刚够到船桨 鲨鱼就有了过来 而艾莉为了保护查理 只能将剩余的一只船桨扔出去砸鲨鱼 查理这才脱离危险 可这却让他们无法回到岸边 只能在海上飘荡 第二天一早 孩子最先醒来 趁两人不注意 勿将将果吃进了嘴里 等艾莉反应过来 已为时已晚 两人看孩子逐渐昏睡 内心悲痛不已 对此查理做出了一个决定 只见他摘下剩余的浆果 分成两半 艾莉健壮明白了查理的意思 拿走了一半浆果 两人同时服下 抱着孩子在船上睡去 幸运的是 查理的父亲一直在寻找两人 乘坐的搜寻船 刚好碰见三人的小船 一家人也因此获救 他们死了吗 他们死了吗 不是 他们在寻船 他们在寻船